来吧 今天分享我喜欢的博主们 其实呢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样几个对自己的审美有提高和帮助的人 第一个就是宋志英 韩国的人气木特 传言和之前和我的高颖真是同一个公司的 他呢 基本都是淡妆 长得比较轻隆 搭配都是简约和随性的 感觉就是穿着舒适 看着也很舒适 而且他鼻子上有一颗很好看 第二个叫正善慧 跟宋志英感觉有点类似 但这个小姐呢 他会更帅气一点 他有的时候会穿那种中性风 风气十足的 会让女生流口水的那种衣服 日常呢 都是比较休闲的 能把简单的衣服穿出高级感 前面这两个小姐姐 他们的搭配在生活里都属于比较实用性的 都可以把简单的和一百会穿的很高级 这个其实是们技术值得学习 第三个油耐 他呢是韩国老牌的一个穿道红 他比较标志的红唇黑发这个造型 身高有一米其跟我产度 风格呢是那种大方很有气场的 西装和牛仔的搭配居多 像一些通勤党高跟子女孩 那你可以参考他 第四个崔智云 他是高中带货王的选手 他搭配是那种大胆特性 又带点复古的感觉 近期恒火的西装 错过法 还有两条裤子 叠穿都从他这开始的 而且他长了一张厌世脸 看上去很酷是不是 在节目里面呢 有他镜头的地方 他都在笑 他其实是一个很治愈的人 第五个SA193 这个我找遍的全网都没找到 这小姐姐名字 他是一个妥妥的甜辣妹子 他能把女性象征的粉色 碎花还有蕾丝都驾驭得很好 哪都没有多楼 但看起来就是很厉害 他的个子高 也不是特别瘦的那种模特身材 但他能驾驭很多种风格 他会在油管分享很多穿单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也可以在小货站搜 S-A-E-E-U-N 也可以做到他的一些搬运 之前给你们分享的复古发妆 我就是被他帮助一赛的 最后